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刷新人类历史的记录 为了摆脱这个朝自己头上飞过来的屈辱头衔 委内瑞拉的总统马多罗最近显得比过去更忙了 马多罗是2013年上台做的总统 他的前任是大名鼎鼎的拉美强人查维斯 查维斯是马多罗的领导 也是他导师 如今马多罗坚持的一切政策都是查维斯给他亲手值本的 所以大家也都清楚 委内瑞拉糟糕的通货膨胀 源头是查维斯引起的 如果详细查一下查维斯的履历 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查维斯掌管了委内瑞拉的最高权力之后 他的目标并不是把国家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他老人家皇权之下有知的话 看到委内瑞拉的现状一定会说这是一个意外 自己的初衷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只是现实太骨感 事与愿违罢了 查维斯打小就是一个热爱英雄的理想主义者 他的仕途之路是从他军校毕业参军入伍开始的 后来他一路做到了军队的营长 因为看不过军中的腐败而召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发动了军事政变 那次政变虽然失败 但是查维斯却因此出了名 利用这种名气 他出狱之后组建政党 并在1999年成功竞选 胜出做了委内瑞拉的总统 被查维斯踢下台的前任总统 按成分属于精英分子 精英阶层过去的统治 让委内瑞拉变成了一个腐败严重 贫富分化也严重的国家 反经营主义的查维斯很快被看成是底层贫苦人民的代言人 所以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查维斯上台之后 做了很多在当时看来有益于社会公平和改善穷人生活的事情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比如他觉得资本家没一个好人 他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肮脏的东西 所以那些重要的领域和赚钱的行业都要收归国有 然后再以某种方式分配给无产阶级 尤其是底层人民 这个就是查维斯的国有化运动 查维斯的国有化运动涵盖范围特别广 大到电力交通能源 小到超市咖啡馆面包房 几乎无所不包 这种行为换来了底层的欢呼 但是企业家们却欲哭无泪 因为国内的经商环境越来越差 最终导致私企逐渐消失 外资大量逃走 国有国企遍地开花 当国家控制了优质资源之后 查维斯开始给穷人发面包 发钱 发房子 发妥地 不过查维斯的按需分配模式 需要满足三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 负责分配的这些官员 是轻正连接公平正义的 第二个假设 是国有企业的效率 要比私营企业还要高 第三个假设 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油价 得一直增长 只有这样 政府才有钱 并且有能力 满足日益膨胀的国民欲望 政府的收入大头来自税收 税收多了 政府就有钱了 那么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才能相应的提上去 实际情况是 前面三个假设全都不成立 查维斯没有解决腐败问题 也没有解决效率问题和经济问题 更无法左右油价问题 尽管在他的任意上 油价还可以 但是在庞大的福利开支 和公共开支面前 政府总是入不敷出 经费的缺口 只能偷偷吩咐印钞厂帮忙解决 经济没有变好 进口也没有增加 就业率也没有提升 但是市面上的货币 却越来越多 这物价当然就明目张胆地涨上去了 他们那个叫做 玻利瓦尔的货币 也就越来越不值钱了 逛同一家超市 买同样的东西 随身携带的现金 变得越来越重 钞票的重量 居然都变成了 委内拉人的一个真实负担了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 查维斯在2007年主持 发行了一套新货币 这套货币的名字 叫做强势玻利瓦尔 从这个名字上面 就能看出来 查维斯对这套货币 那是寄予了厚望啊 希望他能像自己 对美国人的态度那样 永远强势下去 这套货币发行的时候 一块钱可以兑换 过去的一千块钱 这样一换 大伙去超市 就不用再背那么重的钱了 查维斯控制了 全国所有的重要行业 控制了所有政府部门 也控制了所有法律条文 但是就是控制不了 上涨的价格 即使查维斯派出 核枪实弹的军人 驻扎在商场 监督销售 也无济于事 国内的制造业在萎缩 进口又没有扩大 而货币却一直没有停止引刷 所以被寄予厚望的 强势布里瓦尔 终究一天天的贬值 那作为查维斯的官门弟子 马杜罗选择继续 告举查维斯的体制 继续执行查维斯制定下来的规矩 福利还得发 钞票还得印 物价还在往上涨 不这么做 就会失去支持率 那他的总统也就做不久 因为油价的暴低 和经济的持续下滑 通货膨胀 在马杜罗的任上 加快了速度 强势布里瓦尔 变得越来越脆弱 委内瑞拉人去超市 再次需要抱着 成捆的钞票 面对这种情况 马杜罗想起了 导师查维斯的办法 那就是在货币上面做文章 在2016年的年底 马杜罗宣布 强势布里瓦尔 最大的100块钱 面值作费了 同时要增加几个新成员 这些新成员分别是 500元 1000元 2000元 5000元 1万元 和2万元面值的 强势布里瓦尔 有了这些大面值的钞票 人们去超市 就没有过去那么辛苦了 但是这些大面值的钞票 也仅仅支撑了一年而已 一年之后 市面上流通的钞票 再次多得吓人 每逢节假日 通货膨胀 引发的散布的欧世界 必然发生 而且全世界 都在看他老马的笑话 在油价没有上涨 进口没有增加 制造也没有起色的时候 解决通胀的唯一办法 就是减少市面上流通的货币 如何把这些货币收回来呢 马杜罗把目光 盯上了自家的石油 大伙手里不是钱多吗 我把自家石油放开了 让每个人都可以买 买的人多了 那钱肯定就被收回来了 钞票被收到手之后 再把它集中销毁 或者锁进仓库 并把钥匙丢到盒里 不让这些钱流到社会 这通货膨胀的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那顺着这个思路 马杜罗在2018年的1月份 发行了石油币 这好像是全球第一个 由官方发行的虚拟货币 可是石油币发行之后 遭到了以特朗普为首的 国际社会的冷嘲热讽和抵制 他们大骂 马杜罗是骗子 石油币不过是 庞氏骗局的噱头 说实话 石油币这东西 确实难以给人信心 数量有多少 完全掌握在马杜罗手里 谁也不知道 他会发行多少 而且马杜罗将来 一不小心下了台 这东西还算不算数呢 在各种争议声中 石油币并没有一炮而红 起到的作用也比较有限 在本月20号 马杜罗宣布发行了 全新的货币 主权玻利瓦尔来代替 查维斯十年前发行的 强势玻利瓦尔 一块钱主权玻利瓦尔 可以兑换一万块钱的 强势玻利瓦尔 可见 这十年来 他们家的货币贬值了多少倍 20号以前 你要想是个百万富翁的话 20号之后 身上可能就只有一百块钱了 当然了 百万也不是富翁 一杯咖啡都买不起 对于这套把戏 委内瑞达的老百姓 早已见怪不怪了 新钞票确实能暂时 给生活带来一些方便 但是或许过不了多久 抱着成堆钞票去超市的日子 又会无情的到来 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 是东西少而需求量大 不解决东西供应不足的问题 价格肯定还要涨啊 钞票 以后还得接着印 为了不让主权布里瓦尔 走上强势布里瓦尔的老路 为了不在年底前 得到那个全球通货膨胀 史上第一的头衔 马杜罗又想到了 另外一个办法 那就是允许自家老百姓 购买黄金 看到这个消息 大家一定有点惊讶 因为黄金是最配得上 财富这两个字的东西 让老百姓买黄金 老马的葫芦里 这一回又卖的是什么药呢 发行完新货币之后的一周 马杜罗宣布了 自己的黄金储备计划 说政府会发行 两种迷你版的金条 分别是1.5克和2.5克重 这个金条谁都可以买 但是买了之后 东西并不让你当场带走 政府会先替你保管着 同时发给你一张 等额的金条券 作为你拥有金条的凭证 为什么不把金子给你呢 因为怕你拿去花了 政府正在帮大家 养成储蓄的好习惯 希望大家理解 总统的一片良苦用心 金条在如今的 委内瑞拉 绝对是个超级值钱的好东西 那也玩老贵了 假如大家都相信 马杜罗的话 提着成捆的钞票 去买金条的话 很快 委内瑞拉市面上的钞票 都会被回收到仓库里 换成一堆 无法流通的金条券出来 这样不就解决了市面上 货币过多的问题吗 所以说 这个金条的把戏 也是马杜罗在想办法 减少流通中的货币而已 所以不管是石油币 主权玻利瓦尔 还是黄金储备计划 本质上是马杜罗给国家 注射的不同型号的止痛剂 这个只能临时减轻痛苦 有效期一过 痛苦还是会卷度重来 而且效果是翻了倍的 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 终极方法是 加大商品的供应 商品要么自己生产 要么从别的国家购买 自己生产满足需求 意味着提升国内制造业 从别的国家购买满足需求 意味着扩大商品进口 要提升制造业 就得把很多过去 国有的行业开放给私人 并且放弃价格管控 让制造业变得有利可图 这样不但国内有人 开厂子做东西 外资也会进来投资 但是这么做就意味着否定 并且推翻查韦斯 坚持了十年的政治成果 马杜罗如果宣布 这个决定的话 他会在一夜之间 失去穷人的支持 而变成路人 委内瑞拉呀 现在别的不称 穷人遍地都是 要加大商品进口 让商品变得供大于求 杰尔查维斯 在油价鼎盛时期 做过的事情 这么做意味着 财务部的账上 有充足的美元储备 毕竟各个版本的波利瓦尔 对于外人来说 除了收藏看稀稀以外 没别的价值 委内瑞拉的外汇来源 几乎都是依靠石油的 不能提高油价 不能提高开采技术 不能提高产量的情况下 外汇收入是不可能增加的 除了石油 少量的矿石和农产品以外 也找不到别的东西 可以出口换钱了 如果想找一点别的东西 出来创汇的话 这个东西首先得造出来才行 于是问题就又回到了 私有化和发展国内 制造业这条路上了 也就再次面临 是否抛弃查维斯的那套东西 优柔寡断的马杜罗 似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把马杜罗赶走 换别人做总统 或许可以做出 彻底推翻查维斯模式的决定 所以最后 我们只能说 反对派们 轻努力吧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意见 我建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我们另当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已经完结 并在公众号 实证很简单上 有免费识听板块 您可以关注 获取更多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